故事发生在米国三里屯一个偏远的小镇上 近日小镇贫乏连环杀人案 凶手是两个人 彼此都互不相认识 女的外号怀恶名寡妇 专门盯梢梁家富男 夺魂夺破谋财害命 男的外号空虚公子 白天黑夜轮番作案 堪称罪犯界的时间管理大师 可男主张大炮并不关心这些 哪怕是他那个当警察的老婆 在饭桌上谈论着案件的细节经过 也丝毫影响不了他干饭的速度 这个刚刚被老板炒了鱿鱼的中年男人 在看到女儿连续吃了一个星期的泡面后 决定振作起来重新找一份工作 就凭咱这博士学历 外加十年的工作经验 那还不是轻轻松松吗 找到了一个电话客服中心 当起了客服 上班的第一天 张大炮就结识了公司的老油条 罗哥 罗哥告诉他 三百六十行 行行有杠精 如果遇到了难产的顾客 你就开个静音直接兑回去 写完份再转机给技术部的人 张大炮听了也照做了 只是业务不熟悉 没按静音还给外放 后果那可想而知 上班第一天 屁股都还没有坐热 就被辞退 罗哥说自己也有责任 但看你骨骼惊奇 是个能跟我一起做大事的人 完事便神秘兮兮地 掏出了一张数据表 上面记录着公司所有会员的上网记录 原来他利用了植物之变 发现当地一个牧师 经常偷偷浏览颜色网站 他想狠狠去敲诈牧师一笔 但自己能力有限 所以就想问问张大炮的意见 张大炮听完就说 我一个正人君子 怎么可能 六四分 我六 六四 五五 OK 成交 就在两人细说 推演行动计划时 突然冒出一个叫英子的妹子 英子表示 自己已经在旁边投停很久了 有这么好的事 他也想加入 英子是罗哥的好想好 罗哥觉得干这种事 女人只能给自己添麻烦 那英子就说 他们俩本身就是干客服的呀 拨打敲杀电话 这种活肯定不能亲力亲为 否则事后 牧师就直接报警 警察那边在网上一对比 很容易就破案 所以就需要一个中间人 说来惭愧 小女现在就有这个意思 于是乎 三里屯合伙人正式亮相 具体的计划是这样的 英子先负责打电话敲诈 罗哥负责去牧师家 毁灭拿钱 与此同时 张大炮去酒吧 到处散步罗哥 去加油站的假消息 由此制造他的不在场证明 张大炮听到这儿 就更有疑问了 那加油站的人都是瞎子吗 不会告发吗 罗哥就表示 你可真是个小可爱 你说对了 那加油站里 还真有个瞎子 那是家盲人加油站 时间到了正式操练的这一天 计划如约尽兴 张大炮在酒吧逢人便说 他们的车 嘎搬到了 有一个叫罗哥的傻大哥 自己拉去盲人加油站了 旁边一个老头说 嘿 多巧 那瞎子正坐在你旁边 庆祝他的八十大寿呢 张大炮直接就来了一个好家伙 老东西 你不讲武德呀 张大炮飞奔出酒吧 再继续下去 那就要暴露了 反观罗哥这边 已经顺利潜入了牧师家 可还没有等他主动出击 自己就被别人拿枪 顶住后脑勺了 罗哥就说 我是来借酱油的 你信吗 张大炮火急火燎的赶到 发现地上 躺了一个陌生人的尸体 地板上还都是血迹 那肯定是牧师 没错 这下搞大了 为了帮忙毁尸灭迹 张大炮将尸体 五花大绑 随后把他丢到了后面的爸爸池里 完事 这才和罗哥顺利回面 罗哥就解释说 刚刚牧师想要搞偷袭 让自己给拿花瓶砸晕了 砸晕了 张大炮懵了个逼 那血迹是怎么回事呢 罗哥就表示 那是不小心打中自己大腿了 你瞧 张大炮就说 我看你是个香蕉棒棒锤子吧 我以为是你闯的祸 那人现在已经被我扔进了 画愤池里睡大觉去了 现在两个人能做的 就只有迅速打扫现场的指纹和血迹 途中罗哥发现了一张CD 投到电视机上一看 好家伙 牧师不但经常流染颜色网站 还是个猎奇电影爱好者 怪不得英子勒索他是那么容易呢 张大炮开始紧张起来 难不成 牧师就是那个红须公子 这事越来越离谱了 张大炮撒鸭子就想溜 结果打开门和警察撞了个面碰面 警察告诉张大炮 他们在路边车子里 发现了牧师的尸体 还有人朝他脑袋开了三枪 哪泥 为什么会有两个牧师 那个爸爸池里是谁啊 之后警察在屋子里一顿折磨 试图发现什么有疑的线索 结果无功而返 可就在他正要离开的时候 发现了草坪上有脱拽物体的痕迹 眼眶快要瞒不住了 藏在一旁的罗哥举起花盆 咔嚓就给他脑袋一个脑刮崩 现在好了 杀了人还把警察给绑了 张大炮和罗哥就开始抄抄 谁的锅更大 这个时候 一个女人举着枪走了进来 她就是牧师的老婆 其实牧师就是她杀的 她早就看不惯老伴的变态行为了 于是 蹿跎着自己的情人 也就是现在 泡在花盆池的那一位 合伙把牧师给做了 后打算远走高飞 但现在张大炮告诉她 情人变成屎人了 女人这火 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 打算拿着张大炮 杀鸡儆猴 好在英子及时赶到 一斧子将其反杀 现在知晓这些事情的 就只有这个警察了 反观警察这里 为了保刺身的安危 竟然答应给她做伪证 英子后面 也不知道为啥 就给她灌了一瓶白酒 可能就是想说 你可不要敬酒不知之罚酒哦 没曾想 这个警察是个老酒鬼 一瓶白的下肚 完全没事 还借口想要尿药去厕缚 其实就是想趁机 从厕所的窗户翻出去 结果一个没站稳 哗擦 哐当 啪哒 竟然给摔死了 现在没有人证了 三里屯合伙人 只能在简单地 处理完现场后 带着尸体远走到飞 路上闲聊时 张大炮和罗哥又起了争执 驾驶位的英子 一个没把住 车子就撞上了 人行道的电线杆 好在最后 相安无视 三人还是顺利地 来到了海边 并打算抛尸 结果打开后备箱时 杀眼了 牧师妻子的尸体 竟然消失了 想必肯定是刚才 撞电线杆的时候 女人趁机逃跑的 不过 这话又说回来 头上都被劈了一斧子了 还能活 这么久吗 那也是命大呀 凡事儿 三里屯合伙人就打算 折返回去寻找 路上张大炮和罗哥 一直在推卸责任 最后把锅 甩给了开车的英子 英子那就表示 我科目二就考了十几次过了 教练都夸我是兼物古人 后来者呢 几个人下车一看 这不是巧了吗 得来全部费功夫 牧师妻子这一次是彻底凉凉了 耶稣来了那都没用 我说的 就在这时 一辆拉着警笛的警车开了过来 张大炮再看见警察的一瞬间就懵了 嗨 亲爱的 我说我是出来应酬的 你信吗 原来警察接到匿名报案 说有具尸体行在了马路上 英子就赶紧过来 话查说 对对对 就是我们压倒尸体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一直在原地乖乖 等警察叔叔哦 哦不 警察姐姐 完事儿这几个人 就被带到了警察局做笔录了 这边上级派了重案组的专家 演进书 对着牧师妻子的尸体 从里到外 一顿检察推理 最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杀害他的凶手 竟然是空虚公子 罗哥和英子 长出了一口气 这你都能猜得到啊 厉害啊 事后三个人来到了一处工厂 准备抛下仅有的警察尸体 刚想大展身手 就被一直跟踪他们的 演进书给逮了个正招 原来他早就发现不对劲了 之前的那蠢萌啊 那都是他装的 就是想抓个现行 也省去自己调查了呀 完事儿 英子就说 不如你也来加入 我们的合伙计划吧 有钱拿 有股份分 以后还要三险一斤哦 演进书就表示 你们这是要向公职人员行贿吗 我要八成 说实实那是快 罗哥突然袭击了 演进书的命门 演进书的枪 就这样击鼓传话般的 传到了张大炮的手里 演进书慌了 随机开始了嘴炮模式 说自己早就看英子 有点眼熟 想必他就是传说中的 怀俄名寡妇吧 英子笑 你才寡妇呢 你全家都是寡妇 而罗哥和张大炮 在听完他的分析后 那也是一头雾水 演进书表示 怀俄名寡妇杀人 那只靠毒酒 要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就要把自己的衣服脱 哦不 把外套给脱 结果还真是 让演进书给猜对 英子的怀里 果然就有一瓶酒 眼看解释不清楚了 英子挡在众人的面前 喝了一口酒 完事了 浑身抽搐 就像中了毒 好吧 那其实就是他装的 就是想吓唬吓唬 这辆虎逼啊 演进书 抓住了这个空档 跑了 随后的抓捕中 罗哥一个不注意 演进书带着 当场领了盒饭 英子是最聪明的 早就料到演进书 会溜到车子这里 一直在手足带兔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演进书就自己 送上门来 张大炮两人一合计 还是灭口 以绝后患吧 具体怎么做呢 给患有严重糖尿病的 演进书 是棒棒糖啊 最后被活活哼死 现在好了 张大炮就寻思 可以投论分赃的事情 结果英子拿枪 指着他的头 自爆身份 原来他真的是 怀恶明寡妇 而之所以刚刚喝了酒 没有事 那是因为 他一直都带着 两个酒瓶在身上 一瓶给臭男人用 一瓶自己喝 眼看别无他法 张大炮喝下了毒酒 主动领了喝饭 现在该查钱了 英子却懵了 说好的2000万美金呢 结果里面的钱 早在警察局时 被张大炮换成了 毛绒玩具 可能这也是一种赎罪吧 故事的最后 英子成功搭上了便车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看似平庸至极的老头 后备箱里 藏满了女性的尸体 那肯定就是 空虚公子 没错 现在这两大魔头碰面 故事又该如何发展呢 好了 今天的解说 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 别忘记了关注评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